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由老师来跟大家介绍 爱情里的依赖现象 跟爱情里的上瘾行为 那我们就来思考看看 什么是爱情里的依赖现象 在爱情里面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 是独立的还是依赖的 我想在过去的经验 谈恋爱的过去的经验当中 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思考 有些时候我很希望 随时我需要另外一半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 可是有些时候 我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 不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腻在一起 我们有各自要发展的事情 好特别 爱情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都有不同的样子 那独立跟依赖 还有付出跟给予 你觉得哪一个是重要的 那至于你的爱 是这样二分法的看见吗 还是我们的爱有不同的样貌 在老师年轻的时代 有一首很重要的歌 就是黄淑俊的恋爱症候群 同学们有机会 可以上网Google恋爱症候群的 整个台词 整个歌词 在里面去描述了一个 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 犹豫 这些心情 很特别 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当我谈到依赖 跟独立呢 在心理学上面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依赋 attachment 什么叫attachment呢 最早的依赋理论呢 它是从 因为我们 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需要人 跟人的靠近跟连结 所以儿童出生的时候 它是需要 幼儿出生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一个照顾者 跟他发展出很亲密的关系 那这个亲密的关系 会让他开始去练习 对于人的心理面上的 安全感的信任 还有呢 人际关系之间的 需求的满足 那学者当中就是Bobby 他在谈依赋理论当中 他透过观察孩子 跟爸爸妈妈 跟妈妈之间的 因为早期的主要照顾者 都是母亲 都当孩子跟母亲的 分离交易当中 看到了三种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做抗拒的时候 就当妈妈要离开的时候 离开视线的范围 孩子就会哭 如果你有带过孩子 大概就会这样的体会 然后别人安慰他 他也不同意 他就只是想把妈妈找回来 就他对这个依赋关系的对象 已经有了非常close的靠近 第二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绝望的阶段 就是当分离的时间越来越长 孩子就会变得很安静 伤心跟沮丧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一个孩子 一直找不回爸爸妈妈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躲在角落里面 低着头 很伤心 沮丧的感觉 第三个阶段 我们叫做隔离 包含了呢 孩子会开始不需要别人的靠近 他会排斥其他人靠近 甚至连妈妈回来的时候 他都把他推开 很特别啊 在这样的依赋理论当中 它跟爱情有关吗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依赋是儿童跟一个成人 主要照顾者之间 重新培养出来人际关系的样貌 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有心理学校就开始想 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 经验的这些依赋关系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 他谈恋爱的方式 跟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会不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去面对他们的另外一半 因为毕竟 另外一半跟妈妈 都会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透过这样的研究里面 我们就看到 有不同依赋类型的爱情关系 那老师来介绍 大概四大类的依赋关系当中 可能会长出什么样子的爱情关系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安全依赋 安全依赋类的人呢 大概都会有还不错的爱情关系 他觉得可以相信对方 那也觉得每一个爱情呢 也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对爱情的关系当中 也比较正向的去看待 因为一个安全依赋的人呢 他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 有各自独立的生活样嘛 我们两个在一起 也可以各自的去忙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彼此是信任的 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的分开 其实是为了更拓展 彼此之间的社会支持 或者社会支援 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焦虑依赋关系 那焦虑依赋关系的人呢 他更特别了 他就是他在一起生活变得很不稳定 然后呢 起序起伏比较大 然后呢 很容易嫉妒不信任对方 每段爱情都维持不久 因为他只要认为对方一离开 他就在开始想 他是不是跟谁约会了 他在想 他是不是跟某个人开始说话了 他有好多好多的不安全感 于是他才会有焦虑的 依赋的样貌 第三种爱情的关系呢 我们称为逃避依赋的爱情关系 这种人很特别 他不相信爱情 不想和别人有多的牵扯 尽量避免和人发展出 比较深刻的感情 因为他认为 一旦我决定走进爱情 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奇怪的因素 反正将来一定会分手啦 将来一定会有很多难过的事情 那不如我现在就不要好了 所以他拒绝连接走进了亲密的关系 最后一种呢 我们称为问乱型的依赋关系 他就结合了焦虑跟逃避依赋的 那他完全无法掌握这样的爱情的面向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的矛盾 一下子想靠近 一下子又想分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大的辛苦 当我讲你碰到了另外一半 或你自己在爱情当中 有这些样貌 那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的爱情可能就是真的 比较辛苦的状态 好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看 有另外一种状态 我们称之为供一妇 它是透过依赋的理论再衍生出来 但是早期的供一妇呢 的研究是来自1940年代 我们对于酒饮 就是酗酒的人 他们跟家属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中 我们看见的 那在大部分的心理学的研究里面 都同一件事情 在供一妇的关系当中 供一妇里面 那会是在 关系当中上瘾了 待会我们下一个单元 会努力地谈爱情上瘾的样子 第二个部分呢 他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 比较在乎别人的意见 他眼睛在看着别人 把自己忽略掉了 第三个 就是他有比较多的依赖 还有呢 他会把自己藏起来 那因为公一妇的人呢 他缺乏自己 那比较有困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 那我们就在谈 公一妇关系当中的人呢 他们怎么再去发展下面的情感 那其他几个学者都谈到 什么叫公一妇呢 比如像在画面上看到的 Kruth这个学者 他谈的公一妇是一种状态 他会全神贯注的 极度的依赖某个人 或某些东西 然后终致变成病态的一个状态 他会影响他的所有人际关系 出现了低自我的价值 还有关系的问题 第二个学者呢 我们谈到的事情是 这一区 这次去学者呢 Hammer他们谈的是 很多研究者共同提出来的 他会共一妇者具有控制 跟自我界限的问题 什么意思 他会透过操纵人际关系 强迫自己帮助别人 或控制别人的事情发生 但他伴随着就是 原生家庭的问题 还有呢 低自我的价值 还有把自己藏起来 再来呢 Jones他谈的事情是 在亲密关系中 比较适应的对方 是成熟的 平等的 有两个安全管 自信的独立成人 所建立的关系 比较稳定 就是他如果这是个天平 一端就是成熟稳重的 另外一端是一个 不成熟跟共生的关系 那可能是在 童年的生活发展不够满足 或者是说 他因为早期的经验 让他自己觉得 对人有不安全的感受 他常常会处在 我到底要靠近 还是疏远的冲突当中 这都是公衣妇的 某种特质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看到 让同学们去思考 在爱情里面 迪巴桃哥咯 如果你有爱情 或你想发展的爱情 过去的爱情经验当中 我们看看自己在爱情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怎么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我自己觉得吗 这是一种方式 当然 透过专业的协助 你可以去找 学校的辅导老师 或者是你相信的 心理师 社工师 很多助人专业的伙伴 去让你自己重新看见 在爱情里面 你的样貌是什么 我的目的只是什么呢 我们想建立 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 因为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 会把我们带到一个 比较完整的 关系的样貌当中 在爱情里面 我不会太多的揣测 太多的忧虑 太多的不安 太多的紧张 以至于让爱情是混乱的状态 好 这个单元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 接着呢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爱情上瘾有关的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